好 這場比賽也恭喜林一泉拿下單獎MVP 恭喜你 主播好 老師好 恭喜你 謝謝 好 林一泉 第一個問題來請教一下 因為禮拜二因為下大雨的關係 所以沒有打房 那是不是也來談談就是說 上場比賽是禮拜天了 然後休息三天之後 禮拜 一直到今天禮拜四才打第一場比賽 這三天就是說 你自己是如何來去做調整 這三天我們雖然沒有比賽 可是就是一直在我們自己的室內打擊場 一直就是加強一些打擊的一些量 就是一直加強一直加強這樣 所以打擊的量還是沒有減少就對了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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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在增加 好 那也來談談這場比賽的打擊狀況 那這場比賽你是打出了兩隻安打 也打下了射擊打點 拿下單獎MVP 是不是來談談這場比賽你的擊球感覺 擊球感覺 我覺得慢慢有比較好一點了 對啊 就是擊出去的球比較強勁 雖然有的就是被人家揭殺或幹嘛的 可是就是那種感覺有慢慢在恢復這樣 是 那你有跟我們很多媒體談到說 就比賽來到中後段 大家投手在研究你嘛 對不對 那是不是也來談談說 對方在針對你的時候 有沒有比較配哪一種球 或是說外腳 內腳比較多 有這種情形 就是你自己的觀察 打到現在我覺得變化球 都外面的比較多 然後就是引右性的球比較多 是 然後就是引右性的球 如果我沒有進攻的話 可能內腳球就會過來 所以引右球一點增加就對了 對 好 一拳來談一下 第六局 當時你敲出了兩分打點二雷安打 來談談那時候面對投手是沈柏昌對不對 對 就是說過去對他的球路是否熟悉呢 還有當時那個case 我對他的球不熟悉耶 不熟悉好像是第二次很爽碰的 第二次對決而已 來繼續 是 所以也沒有設定什麼球啦 是 對啊 就喜歡的來就打 好 那最後問題了 聊點輕鬆的好不好 好 那剛剛其實你拿下MVP的時候 也看到有很多隊友嘛 從你背後走過 像威娜斯來抓你一下耳朵啦 對啊 來談一下 這是你職棒的第一年 對 那跟隊友之間的感情呢 就是說 就是大家相處的怎麼樣 感情很好啊 然後每天就是到球場就是很開心 然後跟他們打成一片這樣 都會互相捉弄一下就對了 對啊 對啊 因為 這也是算默契培養的一種 就是大家開開心心這樣 反而默契會比較好 是 好 那也恭喜林一泉拿下單上MVP 謝謝你 接我們訪問 謝謝 謝謝 這是林一泉呢 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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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間